我还记得小时候国庆日当天的四海同心联欢晚会吗 当时候三台联播几乎呢是家家户户必看的节目 这个节目停了将近十年 现在乔友会砸下了750万元制作 那么要再度的复播 而且这一次呢表演的名单都是乔包指定的 让乔包感受一下双十国庆佳恩的气氛 穿着大红旗袍演唱上海滩 资深艺人侯丽芳身旁还有着超复古舞群 当年的四海同心联欢晚会 老三台同时转播的盛况已经不在 这回乔委会750万元发包 重金打造要把十年前半国庆的感觉找回来 现在全球有七颗卫星来做同步转播 那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收看到 保守的估计应该有300万人次以上的观众 把当年的三台联播变成了海外华人电视台 联手转播 而乔委会还很贴心哦 四海同心联欢大会的表演名单 绝对都是客制化服务 乔包点名主持人非得是白宾兵高凌峰才行 另外陈美凤以及当年楚留香当中 演活了无花和尚的港星观聪也是必邀艺人 最后压轴演出的更是非他莫属 艺人表演名单很怀旧 因为乔包爱的就是那股当年味 除了没有经典的挖人操三军表演之外 艺工队被一女一队一样都没少 至于原本的国具则是换成了 创新台位的联欢会 让乔包们重温国庆老回忆 也融入年轻世代的新鲜感 这就是这网树铭台北台本播放